到现在为止 由牧民族历史中的名词记录字样没有定数 由于各国语言习惯的不同 技术的声音也大不相同 即使在汉文文献里也经常因为朝代的不同 所用的文字字样也不会统一 所以历史研究时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很多 研究者应该多动脑筋 尽量追求历史名词在发音上的统一 而不是吹猫求疵的扣字面 原庭北席后 蒙古地区处于割据和战乱状态 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 元朝时期军政军民一体 并兼有领地性质的万户千户制 在政体上演变为乌鲁斯 和硕厄托克 军事组织仍然保留万户建制 这一时期 土门或土摩特汉字写着 土棉 土棉下下库里叶 胡热 相当于千户若干 是由各个和硕 厄托克中的壮精组成的军队 由百户长 写作昭吐 千户长 写成 明安吐 这些职位由和硕厄托克的台积 或者宅上兼任 或由 土棉大印 委任 其职责是领兵作战和防御 受土棉大印 调遣 若干个和硕厄托克联合在一起 构成土棉 最高长官就是土棉大印 或者土棉大印 1506年达安汉统一蒙古将东固设置为六个同梦 也就是六个万户 由大汉 领 左翼三个同梦 助长于查哈尔同梦 直接同领 查哈尔同梦 卡尔卡同梦 乌良哈同梦 又分封 吉隆领右翼三个同梦 吉隆在蒙古语里的发音为 扎愣 助长于阿尔索斯同梦 直接同领阿尔多斯同梦 土摩特同梦 永下部同梦 达安汉还保留了元朝东道诸王的四个同梦 哈尔金同梦 伊克同梦 查汉同梦 山羊同梦 使之同六个同梦 并列成蒙古十个同梦 再加上维拉特的四部同梦 准克尔同梦 多尔普特同梦 多尔普特同梦 赫硕特同梦 托尔胡特同梦 达安汉 实际结智 这十四个同梦的军政建制 而这些同梦在阵底上又叫乌鲁斯 东部蒙古为查哈尔乌鲁斯 乌梁哈乌鲁斯 卡尔卡乌鲁斯 西部为俄罗斯乌鲁斯 永歇部乌鲁斯 土摩特乌鲁斯 克尔金乌鲁斯和乌梁哈乌鲁斯 并列为于东西蒙古 咱们就重点说一说 土摩特同梦 最有争议的就是这个土摩特同梦 名字本身含土摩特的意思 后面又加上了一个土摩特的军事建制 翻译成汉语就成了万户不万户 于是在史学界就出现各式各样的猜测 很多隶属学家认为 他们是临终百姓的 Hotmut 据我所知 临终百姓的Hotmut是指布里亚特布 历史上Hotmut也被称作Hotbriat 他们大部分成为了后来的维拉特人 据我考证 土摩特和永歇部来自原大都周边 因为荆基要地必用重兵 原大都周边有很多万户 如今依然保留着很多土木和土门的地名 有些地名被直接用汉语的万户取代 经常能在京津记周边看到 叫万户庄千户庄的地名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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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铁木尔逃出大都去了应商府 口音很重 永歇部就是应商府的俄传音 永姓应商府 后来应商府也被红金军焚毁 那里的人几经辗转注目到现在的厄尔多斯高原 也就形成了后来的土摩特和永歇部等部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托华铁木尔ichtet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